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桥社新闻 我是黄静怡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关心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举办首届祭孔大典 纪念孔子2564周年的诞辰 包括孔子第72代传人孔献兆 还有驻洛杉矶办事处杨国天族长等贵宾都出席盛会 透过祭孔大典 让海外华裔学生在学习中文之余 更了解中华文化尊师重道的意涵 在古出盐的龙龙鼓声中 祭孔大典诗殿典礼展开序幕 表演六一五的小朋友踏着整齐步伐进入会场 这是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首次举办 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诞辰的大型活动 由会长袁璐 与曹孝莲 许孝农 罗楚莹 及处景齐五人共同担任活动召集人 今年总共大概有将近25所以上的学校来参加 所以各位看到我们场地都爆满了 我们本来预备直摆200张椅子 现在势必要加位置 那这一次呢 谢谢我们总共有五个总召 一起来举办这个活动 分线官 陪系官及正线官就位 全体先向至圣先师孔子行三举功力 紧接着担任一生的同学跳六一五祭孔 这些五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 虽然过程艰辛 父母们看到他们的表现都深感骄傲 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二十多所中文学校代表 也以庄严心情参与典礼 从上香 攻读著文 献花都遵循鼓力 让小朋友在学习中文之余 亲身体验中国人尊师重道的精神 希望呢 把这个尊孔的精神带进去 那尊孔呢 就是尊师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真正的中华文化的这个底蕴 从好根的学校 学生跟老师呢 把它一起弘扬 对我们人生来讲 它多么重要的一些道理 在他这一次想想的学习之中 他们都学到了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在美国呢 要的就是干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流失掉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教育 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苦心及爱心 也能够把我们的传承到 我们所有的中国的华侨的小孩子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的小朋友 不断的传承下去 典礼上还安排小朋友朗诵礼运大同天 稚嫩的声音加上动作 还不时露出逗趣的表情 让现场多了些轻松气氛 孔子第七十二代传人 孔孟协会会长孔献照 驻洛杉矶办事处杨国天组长 洛乔中心副主任黄庆域等贵宾 一致肯定这项忌孔活动 在海外发挥了教育意义 以及文化传承 最后进行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交接典礼 原路会长将印信交给新任会长孙向志 忌孔大典圆满结束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